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要喝到才育健康 在此祝福各位身体好 而且天天都很好 谢谢各位 我是刘华总统会的各位 在马来西亚下面大学下午会的主席 我是巴森中华 独中戴庆域校长 也是刘华同学会会务顾问 趁着新春之际 向各位拜年 春回大地人祈祥 马中流方 新愁暖 桥梁稳健 新火船 华夜盛开 要四方 祝福大家 新年安康 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流华同学会的署理会长 林博言 同时也是建国流华同学会的会长 古人言 山不转 路转 路不转 人转 在这疫情影响下的大环境 希望大家能尽快适应新生活新常态 学生们 不要以为不能到中国正常上课 而感到气敏和想放弃 其实更应该借助这个机会 好好磨练自己的意志 因为你毕业以后 你将会面对的问题和困难 这样是会比现在来的更多更大 最后祝大家春节快乐 牛转乾坤 好运烈烈 祝大家生存快乐 和家平安 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刘华同学会副会长 也是华侨大学马来西亚校会会长 苏耀元 2021年迎来辛丑金流年 在此 愿大家带着平安 拥着健康 踹着幸福 携着温馨 抱着甜蜜 牵着幸运以吉祥迈入新一年 希望全球疫情赶快过去 大家恢复正常生活 再次祝福大家 平安 健康 喜乐 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刘华同学会秘书长 郑建强博士 同时 我也是马来西亚中医药抗疫学会会长 在过去的一年 大家忙于对抗新冠病毒 我相信 严冬总会过去 春天一定会到来 在新的一年里 我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正气存累 健康平安 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刘华同学会财政 梁晨聪 公众大家的新的一年 牛年行大运 幸福人快乐 大家好 我是崔耀豪 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也是刘华同学会的理事 在这2021年的金牛年里 祝贺大家身体健康 牛转乾坤 恭喜恭喜 我是刘华同学会理事 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校友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 身体健康平安 生活也充实和饱满 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刘华同学会 副会长 李医生 在此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牛年继续行大运 今年我们要勇往直前 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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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成长前代表 吉打刘华同学会 在此 恭祝大家 金牛年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柴言广尽 何乐安康 大家好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在这里跟大家拜个年 在下马上起 霹雳刘华同学会会长 在此祝大家 2021 牛年乱返 牛转乾坤 新年快乐 大吉大利 开心过牛年 各位领导 各位商团代表老本部 各位在中国 凡马的校友 牛学生 大家好 同事介义长 在此代表马来西亚刘博 佛尔华同学会 祝贺大家 在新年一年 柳七成天 牛运通通 母转乾坤 牛运当头 愿2020年的一盘 都是在来年的旌旗 和一点 大家不必回头快乐 往事青年 新年走心路 说无论世界如何 转变 叶无常 通路 衷心祝大家 健康平安 何家幸福 四四 顺利万事如意 恭喜你 孟会长 各位同学 大家新年快乐 今年的新年 虽然少了 泡住身 很多人无法回家 团圆 但无论距离多 有远 我们依然 金金相连 我们希望 刘华同学 在任何波涛 雄远 的情况之下 都不惧风雨 也不畏贤主 勇往之前 明天一定会更好 我 沙巴刘华同学会 会长 刘强菊 在此 祝福大家 在这个与众不同的 牛年 牛气冲天 牛运横通 牛四连连 牛转乾坤 最重要的是 身体健康 百毒不止 家庭幸福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金南大学 马来西亚 校友会会长 吴医生 我祝贺大家 在新的一年里 行大运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新年一死 喜气洋洋 持久迎新 如烟往事随风事 过去的一年 是不平凡的一年 疫情 让大家 面对着极大的考验 新的一年 我们开启新希望 期望疫情随俗推向 扭转乾坤 在这持久迎新的喜悦时刻 希望大家 以饱满的精神 迎接新年的到来 以更大的信心 战胜疫情 更上一层楼 我是浙大马来西亚 校友会会长 在此 恭祝大家 新年快乐 幸福安康 大家好 新年新希望 我是张嘉玄 在此代表 北京中医院大学 马来西亚校友会 给大家拜年了 祝大家 心想事成 四季平安 由来运转 大吉大利 本人黄坤华 今晚的线上团员活动 我在这里 请代表 上海中医院大学 马来西亚校友会 向大家拜个年 不知道 有没有 上海中医院大学的学弟 学妹 学长在这里和你们说声 哈喽 龙好 上一年 我相信 不一样的生活状态 让我们 重新损失了自己的一切 这一年 我们定更加强大 因为我们都是厌皇子孙 在这一刻 我想 最珍贵的莫过语 是大家 平安 健康 幸福 借着新春佳节 祝愿大家 除旧如新 牛年快乐 合家安康 过去一年 我们共济团结 与疫情搏斗 为生活打拼 更有无数的传媒人才 为抗疫报导 付出了心血和代价 经历了无数的风雨和挑战 我们终于即将迎来了曙光 希望在这新的一年 我国及世界的阴霾 能早日消散 大家能和自亲自爱 建设更美好的家园 在此 我仅代表中国传媒大学 马来西亚校友会 祝福大家 新年进步 合家安康 幸福美满 我是林家慧 目前就读于上海市 上海财经大学 疫情肆虐 但我们要相信 彩虹总在风雨后 so just stay safe and stay healthy Hello 大家好 我是光浩然 目前就读于江苏省的 南京师范大学 在过去的一年里 疫情的确把断了我们 许多原有的计划 但我认为这时候 更是不能充限 毕竟我们一年之前 最为黑暗 希望大家都能坚持下去 在疫情平稳的时候 可以与亲爱的人 玩具和见面 大家好 我是黄伟珍 目前就读于黑龙江省 哈尔滨工业大学 我祝贺大家 在2021年 事事顺利 祝同学们 学业猛进 大家好 我是林荣娥 目前就读于北京大学 首先在这里 公住无论在任何地方 也目前的大家 新年快乐 虽然在过去的一年里 大家都过得非常不容易 但我们都挺过来了 所以在新的2021年里 希望我们一起扭转乾坤 更重要的是 身体健康 万事如一 大家好 我是双月 目前就读于浙江省浙江大学 我在这里祝贺大家 2021年 事事顺心 学业顺利 我祝贺所有的马来西亚朋友们 在新的一年会更好 我们与你同在 大家好 我是陈湘文 目前就读于福建省华侨大学 今年的新年特别不容易 但没关系 今日一时的离别 只为来日长远的相伴 大家好 我是来自天津的黄耀宇 目前就读于天津大学 上了一年网课的你 还过得好吗 在新的一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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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M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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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一身体健康 牛年新大运 Wish everyone a Happy Chinese New Year good health success and prosperity in the year of ox 共和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一身体健康 万事如一身体健康 牛年行台湾 恭喜大家 生年快乐 万事如一身体健康 牛年行台湾 牛年行台湾 凶祝大家 十年快乐 万事如一身体健康 故日驾大運 兄啊 翁啊 翁啊 欢啦 Hello 大家好 晚上好 现在我们已经有139个人在线上了 那首先呢 得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个活动 一系相成云团聚 刘华 吕华 线上新春团聚的支持 刘华和吕华同学会 举办这一场活动 最主要的目的 是想让大家在MCO期间 也能和我们其他学长 姐学弟妹们 一起欢乐融融的聚在线上 共同庆祝农历新年 在此非常感谢 刘华和吕华同学会 能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和平台 也希望各位能一直留守到最后哦 那这里有几项注意事项 刚进来的同学们 记得要把自己的名片更换一下 名片的格式为所在的院校 名字 以及新年贺词 至于新年贺词的部分 短短几个字就可以了 比如说新年快乐 牛气冲天 牛转乾坤大吉大利等等 最主要呢 是想让我们今晚的活动 更加的有新年的氛围 太长的话 明天也不能够显示完全 所以四次的那个祝福语 就没有问题了 那另外呢 我们待会也会有互动环节 也就是敬茶仪式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哦 同学们可以先准备好饮料 等到互动环节的时候 主持人会再次提醒大家 把麦克风给打开 另外大家也可以先将背景 换成大会指定的这个红色背景图 相信大家在报名的时候呢 也已经把这个背景图给下载下来 如果还没有的话 可以看看我们的chat room 工作人员已经把链接发送到那里 大家就可以下载下来更换背景图了 那除了我们的互动环节之外呢 今天还会有两场幸运抽奖环节 除了红包里蓝外 还有一份神秘大象等着大家 至于它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稍后再跟大家公布 另外我们今晚的团聚 也会在Facebook上的12个组页同步直播 这12个组页分别为 马来西亚刘华同学会 马来西亚吕华同学会 北京中医药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 上海中医药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 广州中医药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 济南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 浙江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 中国传媒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 吉隆坡刘华就业网 雪兰娥刘华同学会 霹雳刘华同学会 以及沙巴刘华同学会 大家可以把直播链接 发给你们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能在这个喜庆的夜晚 互相陪伴 那看来呢 今晚的VVIP都已经到齐了 那请各位再准备一下 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今晚的活动 也请各位务必把麦克风给关上 以免干扰接下来节目的进行 等到互动环节的时候 主持人会再次让大家 把麦克风给打开 一起来参与活动哦 马来西亚首相对华特使 拿督斯里张庆信太平局深代表 马中商务理事会总执行长李太康先生 霹雷州行动党班台区州议员 外宾黄美云学界 吉打刘华同学会 陈场贤会长 霹雳刘华同学会 马上级会长 吉隆坡刘华同学会 林国元会长 雪兰儿刘华同学会 苏耀元会长 马六甲刘华同学会 范志成会长 柔佛刘华同学会 郑银昌会长 沙巴刘华同学会 刘强举会长 济南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 吴亦生会长 华侨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 苏耀元会长 浙江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 胡岳霞会长 北京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 赖真黄会长 北京清华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 刘志伟会长 中国传媒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 刘伟毅会长 广州中医药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 黄庚华会长 北京中医药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 张嘉玄会长 上海中医药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 林仁吉会长 各位学长学姐 学弟学妹 大家晚上好 欲数辞就岁 金牛迎新春 欢迎大家出席一系乡城云团聚 新丑年刘华语华献上新春团聚 我是主持人曾伟鸣 来自中国传媒大学 我是主持人许凤鸣 来自广州西南大学 今年的农历新年真的是与众不同 别开生命 那也知道大家因为疫情的关系 都必须要待在家里遵守SOP 不能够四处拜年 那今天也已经来到了农历初六了 先祝大家六六大顺 不晓得大家的农历新年都过得怎么 我相信大家都过得还挺不错的 这一次呢可算是体验了 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农历新年吧 云团圆饭啊 云拜年啊 还有云红包 值得庆幸的是 我们现在的科技很发达 就在面临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视频聊天的方式 和我们的亲朋好友聚一聚 只要有心在阻挡我们的团聚 那为了能让大家过一个好年 刘华和吕华同学会的各个理事和工作人员 其实在背后都付出了很多时间和心血 再短短两个星期就办起了这场线上团聚 虽然这种方式无法让我们面对面 但我相信 婚情是可以通过我们面前这道屏幕 传入大家心中 这啊就是所谓的山不转路转 路不转人转 即便受到疫情的阻碍 我们仍尽力的确保农历新年的文化 能够传承下去 该有的仪式感啊还是要有的 比如说无法出门拜年 也在屋内外刮上新年布置 吃上简单的团圆饭 在家里换上漂亮的衣服 给亲朋契友视讯拜年 最好的例子 当然莫过于我们今晚的线上新春团聚了 其实啊不管是传统节日 亦或是风俗习惯 这些文化呢之所以能发扬至今 都有赖于先贤在文化的传承这一方面 秉持着认真和重视的态度 这些文化就像一盏盏闪亮的灯 一代一代的接力 照亮着我们这些后辈 身为年轻一代的我们 当然也要以身作则 确保这个灯火能持续闪耀 永不熄灭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由济南大学24节令鼓队带来的表演 全灯 水果 做出出的 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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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是我们的骄傲 通过振振鼓声 让我们时时刻刻 记得这一项文化传承的使命 今晚能有这个机会 与大家欢聚一堂 共度佳节 我们得要感谢 刘华和吕华同学会的每一个成员 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与付出 当然 一个好的组织 也肯定少不了 一位好的优秀的领导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来西亚 刘华同学会会长 莫泽林学长 致贺瑞茨 有请 谢谢主持人 尊敬的 李华同学会主席 林家慧 厂委会主席 纳多刘乃豪 工委会主席 苏耀元先生 我们刘华同学会的会务顾问 戴清衣校长 马中商务理事会总执行长 李泰康先生 著名的华教园丁 莫泽西老师 尊敬的各州 刘华同学会的会长 以及各校友会的会长 所有刘华和吕华同学会的理事 各位吕华的学生 以及各位家长 大家晚上好 今天很特别 虽然我们是在不同的地方 甚至是不同的国家 因为有一些可能在马来西亚 有些在中国 甚至有一些刘华人在海外 可是我们却在同一个星空下 而且今天晚上呢 星光灿烂 因为来了好多好多 对这个活动 对刘华 对吕华支持的 所有的领导 各校友会的领导 各州刘华领导 以及 各位同学 那么各位刘华人 大家晚上好 我国的疫情依旧严峻 各位呢 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 减少外出 我们一起挺过去 那么疫情的蔓延和持续呢 也使我国的经济呢 受到了重创 刘华人 我认为在国家 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应该发挥 我们应该发挥 刘华人 自强不息 力求上进的精神 在职场上的各位 工作 那么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校友 张家玄会长 上海中医药大学校友 林仁吉会长 那么我会副财政 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校友崔药豪医生 以及广州中医药大学校友 黄根华会长等等为代表的 当然还有很多 一批在前线作战的医生 身为企业家 当老板的刘华人 刘华的副会长 也是桃园农学院的校友 纳豆牛奶好 现在是一个造船的上市公司董事长 物流行业的大老板 济南大学校友 吴医生会长 林国元 刘华署理会长等等 可以设法在各自的企业里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这也是我们可以对国家的贡献 振兴经济 身为企业雇员的刘华人 要设法提高自己的业务处理的能力 帮助公司发展壮大 因为公司好 国家的经济才能更快的复苏 而让国家好 国家好 我们才能更好 各行各业的刘华人 中国传媒大学校友 刘维一会长 所投身的新闻媒体行业 艺术行业 演艺行业 工程行业 政府机关 我鼓励更多的刘华人 投身在政治的事业 那么还有华侨大学的校友 也是苏耀元会长 我们的工委会主席 那么浙江大学的校友 福岳小博士 以及北京体育大学校友 严医生会长 他们所投身的教师教育行业等等 我知道今天晚上呢 有很多在即的学生也在现场 那么我举几个一开始有录制视频 祝福大家的会长 作为例子 很抱歉 没有办法一一都举例子 那么其实是想跟你们说 你们所在大学的学长和学姐 已经在各自的领域 各自的行业的一把手 他们已经成为各自领域的顶梁柱 这些成功的例子 希望可以鼓励你们 无论你是老板 员工 还是学生 无论你在哪一个领域 要相信自己 活在当下 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发展中重要的 独特的 并且是关键的一分子 在这个时候 大家一定要坚守岗位 发挥各自的才能智慧 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马来西亚而努力 自强不息 力求上进 这两句话 其实也是当年马来亚民办大学 南洋大学的校训 南洋大学也是除了中国以及港澳台以外 在海外唯一的一所民办大学 南洋大学是在1956年创办的 当年我们的先贤先辈们创办这所民办华文大学的时候 他们需要面对多大的艰辛呢 他们靠的是辛勤劳作的双手 以及坚持到底的决心 如今在同一片土地上 2021年 让我们拿出决心 勇气 坚毅 与坚持 面对困难 攻克挑战 我们的国家 由我们来守护 今晚的节目呈现 感谢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伟 特别是今晚 很棒的两位年轻有为的主持人 其实背后 幕后呢 是济南大学校友 也是我们国家著名的主播 陈运传老师手把手来调教的 以及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校友 黄伟军老师 那么很荣幸 他们两位都是刘华的理事啊 他们带着一批刘华的骨干 铝华的骨干 在有限的时间和条件下 反复的测试 彩排 对节目 适量的要求 对细节的执着 与认真呢 让我很感动 那么希望呢 也能感动各位 这就是刘华和吕华 送给大家 新年新气象的祝贺与鼓励 我仅以以上一席话呢 和大家共勉之 关于什么时候 可以再次回到中国上学 一个星期以前的新闻报导 我们成立 重返中国校园特别委员会 我们邀请了所有的校友会 包括董总和独大的加入 集合更大的力量 目的很明确 就是让各位旅华的学生啊 尽早可以回到学校 特委会的成立 还希望提前协调 以及统筹 重返校园的流程 包括签证 机票 隔离等等事物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会关注 同学们回到校园之后的 学习和生活上的适应问题 同学们 你们的感受 和所面对的挑战 我们感同身受 在争取的过程中 请同学们 积极乐观地应对 这段特殊的经历 机会和机遇 往往也会随着 每一次的改变而出现 当客观的条件和环境 还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 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 因为变是唯一的不变 刘华同学会 在去年9月 获得首相对华特使 他做实力相庆幸的借鉴 那么也反映了这个问题 我们后续 也和对华特使的部门 以及马中商务理事会 做了很多的推进工作 那么也感谢 中国驻马大使馆的支持 无奈 世界的疫情 我国的疫情 以及时局 每一天都在改变 这就是常说的 计划 赶不上变化 但是 我们还是要明知 难为而为之 全力争取 早日开通 让同学们 可以回到校园 去上课 那么今天晚上 纳特使律 临时 有事情不能够出席 特别安排了 马中商务理事会 总执行长 李泰康先生 来到现场 那么我承接以上 所提及的 希望李总执行长 可以和纳特使律 一起向我们国家的内阁 建议把更多优秀的 留华人 招聘到政府机关 去帮助国家的经济建设 最后 在新的一年里 我祝愿 马来西亚 繁荣 昌盛 国泰民安 祝大家新年快乐 幸福安康 谢谢 谢谢马来西亚 对华特使 那都是李张庆幸福代表 班台中议员YB 欢美云学姐 马来西亚 刘华同学会会长 莫泽林学长 苏理会长 林伯源学长 村委会主席 拿都刘来豪学长 国会主席 苏耀源学长 各州刘华同学会 与各校校友会会长们 各位来宾 各位学长姐 学弟妹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马来西亚 旅华同学会主席林佳慧 很高兴 今天我们可以通过云团聚 这样的方式 见到大家 旅华是由分布在中国各地的 在籍马来西亚学生所组成 这成立起 至今已有22个年头 旅华作为中国各省学生会的 总联络在 一直以来 以团结来华留学生为目标 积极与各省同学会相互联系 分享资讯 以确保马来西亚留学生的一个权益 在过去的一年的疫情里 旅华联合各省同学会 配合着马来西亚 驻华大使馆 解禁所能为同学解决难题 其中在疫情爆发出击 通过各方的帮助 完成统计 与联系上了 还留在中国的同学们 同时 我们也前后三次 为他们拍发了 满心的健康包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一直不断地在尝试 通过各种途径 为同学们争取到 传校的机会 期望不久的将来呢 我们能够回到我们校园的怀抱中 而今晚 我们得感谢发达的科技 让旅华同学会 能够与刘华一起联办 这场线上的青春团拜 虽然隔着屏幕 不过看着大家熟悉的面孔 还有名字 真的是让人感到非常的亲切 就像我们平时上网课那样 大家都在自己家里学习 但同学们之间的一个情谊呢 是没有变化的 最后呢 我仅代表我们旅华 以及15个省同学会 祝贺大家新年快乐 牛转乾坤 牛年大吉 身体健康 学业进步 也期待我们大家 能够在现象见面的那一天 谢谢 谢谢马来西亚旅华同学会会长 林家慧学姐的祝福 接下来 有请马来西亚首相对华特使 拿督斯里张庆幸太平君生代表 马中商务理事会总执行长 李泰康先生是贺岁子 有请 马来西亚刘华同学会会长 莫子林会长 刘华同学会会长 林家慧会长 丑委会主席 公委会主席 YB王美云 以及各州刘华同学会 以及各校友会的会长 各位大马刘华学生 大家晚上好 首先我要代表Dato3一张特使呢 在此向各位说声抱歉 因为张特使在明都鲁选区呢 有相关于疫情的一些突发式状况 所以他本身呢 未能与大家今天在这个线上见面 所以敬请各位见谅 同时呢我也想在此的机会 特别感谢主办方在疫情的期间呢 还是积极地筹办了今天晚上的这个 新丑年线上新春聚团圆的一个活动 并且邀请到今天晚上接近200位的朋友们呢 一起共同在线上团圆相聚 特别是让马来西亚的学生呢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目前是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刘华生 能够互相的打气 共同的祝愿在希望疫情之后呢 大家都继续奋斗向上 白测干透 各位 张特斯呢也非常的深知 突如其来的疫情呢 对一众来在学习的这个刘华生 造成了极大的这个影响 所以不管是回到马来西亚后 无法前往回中国的学府 或者是留在中国而无法回来马来西亚 团聚的这些学生们呢 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 那么我们想在这里向各位解释下 有鉴于两国的这个疫情防控的这个景色呢 所以双边的这个封锁 边界的这个封锁呢 是为了确保双方国民安危的健康 以及降低受感染的这个风险 所以我们想要请各位刘华生可以多加体谅 那么在此我也代表张特斯承诺 特斯办公室以及马中商务理事会 会充当两国的这个桥梁 为所有的这个大马刘华生反映你们的心声 也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寻求一个这种的这个方案 以不耽误各位的这个学程 以及毕业为目标 那我们也会全力的这个协助 重返中国校园特别委员会 特别是在于与马来西亚外交部 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 或者是相关的单位的讨论呢 我们都会给予 承诺给予这个实际的这个行动 以及协助 但是虽然如此 我们还是希望要 鼓励在座的这个 每一位刘华生呢 希望大家能够发挥自学自爱的精神 在日常的生活呢 虽然目前还不能够在校园内 但是还是必须要自我督促 以及自我学习 毕竟学习呢 不仅仅是为了学府 或者是在校园内的事情 平日我们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来促进大家的知识 远界学习 那么为我国的这个人才呢 培养奉献的一个力量 最后呢 我再次代表张特使 再一次祝贺大家 牛年行大运 四四如一 最主要的 和家平安健康 谢谢 谢谢马来西亚首相对华特使 拿督司理张庆幸 太平局生代表 马中商务理事会总执行长 李泰康先生 相信在拿督司理的领导下 我们马中两国一定能在外交上继续谱写辉煌的篇章 建筑起美好的桥梁 现在来到了今晚最重要的环节 也就是敬茶仪式 那相信大家都已经拿上 事先提醒你们准备好的饮料了 还没好的同学 我再给大家一些些的时间 身边有茶拿茶 有汽水拿汽水 有酒的未成年千万不要动 准备好了的话 我们请所有的嘉宾 学长 学姐 学弟 学妹们 打开你们的摄像头 让我看看大家都准备了些什么样的饮料 哇 各式各样 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打开摄像头参与 这一幕真的是非常的壮观 那接下来呢 请马来西亚首相对华特使 拿督司理张庆幸太平局生代表 马中商务理事会总执行长 李泰康先生 大会主席莫泽林学长 大会副主席林国元学长 抽委会主席拿督牛奶好学长 公委会主席苏耀元学长 吕华同学会会长林家会学姐 吕华同学会副会长黄伟珍学姐 吕华同学会副会长关浩然学长 各校校友会会长 以及各州刘华会长 带领着大家一起来喊出 屏幕上的四句贺岁词 今天参与一系相成云团聚的朋友们 不管你现在身处在哪里 都欢迎大家一起来打开麦克风 一起参与我们今晚的敬茶仪式 喊得越大声 今年的福气就会越旺哦 在我倒数321以后 请嘉宾们带领大家喊出贺岁词 准备 3 2 1 哇 这个气氛是真的很OK 有我们新年聚会的那种热闹场面的感觉了 大家都做得非常棒 即使我们身处在不同的空间和维度 那大家还是可以很有默契的配合彼此 喊出我们今年最热切的祝福和期盼 那在继续我们下一个互动环节之前呢 先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拍张大合照 那还没打开摄像头的各位 就请你们打开你们的摄像头 然后一起把你们的饮料举起来 但是注意不要挡到脸了 那我们稍微再靠近一下镜头 要不然画面可能会有点糊 那确保你整个人呢 是在我们的画面里就好了 好来各位 对着镜头露出你们最灿烂的笑容 来笑起来 1 2 3 好 1 2 3 我们要麻烦各位再稍微定格久一些 因为我们要给工作人员一点时间 因为我们有202个人在线 要给他们们拍啊 那大家记得 不要待会儿呢 不要急着观摄像头 因为我们待会儿还要做一件事情 所以在拍完后后呢 请大家继续就是拿着你们手上的饮料啊 那工作人员请问拍好了吗 还需要一点时间吗 还没好来 好的没事 那大家继续保持微笑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一直笑口常开啊 都没做到你们看 好来 大家也可以摆一个post 来一个牛连666 来一个666的post 好 那大家要笑的灿烂一点 就保证你待会儿抽奖环节 可以笑到最后啊 好 还需要一点时间是吗 30秒 再多30秒 好 再麻烦各位再定格再笑的灿烂一些啦 虽然可能我们的这个孝季会有点酸 但是新年嘛就是要开心一点好了吗 先来吧 对 好了 好 谢谢大家的配合 那当然不要收你们的饮料 也不要关你们的摄像头 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那新年嘛 新年我们要的是什么 新年我们要的就是气氛 新年就是要我们让大家高高兴兴的聚在一起嗨一场 那就请大家举起你们手上的饮料 一起用我们最强的气势 喊出一句 YUM SING好不好 来请各位把你们麦克风都打开 都打开 来麦克风都打开 不用怕热闹啊 然后在我倒数之一的时候呢 各位贵宾就带领大家一起喊出YUM SING 记得我们这个一样 不要拉得特别长 拉得越长呢 今年就升得越高 步步高升好运来好不好 全场一起准备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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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 二 一 二 二 三 二 二 万事如意,身体安康和家欢乐 几句简单的祝贺词 就包含了刘华和吕华同学会 对线上所有人最真切的祝福